哈喽,大家好,今天一大早我就把我这个西红柿刚开的第一轮花 我就要开始把它剪下来,我已经剪下来一个了 有人说我疯了 西红柿好不容易接的第一轮花,你就把它剪掉,多可惜啊 我没疯,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没疯 西红柿呢,我们一栽到地下以后,它开始进入一个迅速的生长期 那么在这个生长期期间呢,就是开始了,就是刚刚长起来 然后它的呢,就开花了,就有在第一轮在底下的这个地方,它就开花了 开花了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把它在第一轮花剪掉 因为你剪掉了这个花以后呢,然后让这些这个西红柿呢 我集中这个所有的能量和和这个营养去生长,长枝干 长根,主要是让它长根,根部发达 让枝干粗壮有力 在将来呢,它开花结果的时候,它会能够让花呢,能厚得住 将来它的枝干粗壮了以后,它会进入了一个,去长很多很多的花 这个时候呢,就不会出现掉花的现象 所以说我们有些朋友说,我在西红柿好多花不做果,然后都掉下来了 因为你的那个根部不够发达,然后枝干不够粗壮 这样的话,它就将... 先天不足 这样的话,它就将来的这些花呢,就会大部分就会掉下来 而且结的果实呢,也非常的小 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西红柿的营养 需要蛋磷甲三成分 蛋肥呢,它长枝叶用的,用光合作用用的 那么磷肥呢,它是对这个开花和生根都起作用 那么磷肥呢,是一种mobile的一种磷肥 它是可移动的营养 就是说,如果说是你把那个花给剪掉了以后呢 这样的话,它就会利用这个营养呢 把磷肥呢,用在根部的发育上 那么根部发育好了以后 这样的话,枝干和根部都发育得非常粗壮了以后 这样的话,将来再开花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花都可以做果 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西红柿的结果的这些植物的生长呢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指数的曲线 就一开始生长的时候呢,相对的缓慢 这个时候呢,它主要是发达根部 让根部生长 那进入了一个迅速的生长期 指数性增长的这个生长期 那么这个时候主要是生长枝干 和根部一旦发达了以后 这个时候它就进入了一种结果期 开花结果期 就是成年了以后 然后让它再开始结果 开花结果 这会让你有很多的果实 就能做住了 而且能够就是长得很大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保证了它有足够的体格和根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西红柿呢 它有这个花 我特意留下了这个花 那么这个花呢,留下以后 看这个西红柿呢 它长的个头呢 现在大概是1.5英尺左右 我们再看这颗西红柿 我们这一颗西红柿 现在已经长到两英尺高 而且它的枝干都相当的粗 那么实际上我就是把它的这个 你们可以看到 我把它的花和这个底下的枝干都去掉了 这样的话 它让它长的这个枝干呢 非常的粗 粗壮 那么根部呢 发育非常好 所以说这样的话 我们再开的花 这个时候我们再开的花的 我就留下了 而我们这颗西红柿呢 你可以看到它 我专门留下了 它这颗西红柿呢 你看这个它有花 然后它长的个头呢 大概是比那个要小了 1.3 要短了1.3 这颗也是很小 就是很瘦小 你看这两边比较 我们比较一下 就是说我们 那颗我们把那个花摘掉了以后 它长得粗壮有力 长得很大 根部发育很好 而这个呢 我们留着这个花呢 然后留着这个粗花呢 然后它就会长得非常小 那么怎么办 我就今天把这个 它开的新花 我们把它就这么的摘掉它 去掉 去掉这个根 那么同样的 这颗西红柿 我也把它 这个这个花呢 我也把它去掉 就这样我们把所有西红柿的粗花 就是第一轮花 全部剪掉 毫不留情 绝不手软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粗花呢 都给的去掉了 西红柿的粗花 我们都去掉了 摘掉了 我们频道还有很多有关西红柿和黄瓜等其他水果蔬菜的剪汁技巧的视频 欢迎大家浏览观看 谢谢 通过点击本视频最后的连结方块查询观看 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转发 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